虽然安东尼还没有正式加盟火箭,但显然如今所有人都已经把安东尼当作为火箭的一份子。 毕竟安东尼已经签成将会议底线加盟火箭,但面对安东尼加盟火箭也遭到了一群人的开衰,并且因为安东尼的加盟,最尴尬的是火箭的争贯培率竟然会不升反降。 并且美眉还质疑到安东尼,并且还表示道,安东尼应该学会认清楚自己的位置,应该别再设想自己能场去拥有二十次的出手。 而火箭方面则纷纷回应立体安东尼,先是则安东尼表示,我与安东尼没问题,他能完美的适应我们的战术,而哈登则直接回应道,我认为,安东尼一定能给我们带来帮助,让我们变得更好。 而力挺安东尼最直接的则是莫雷与保罗,莫雷,保罗更是直言道,当初保罗加盟的时候,也仍不被看好,但最终事实上已经证明了他们结合的成功,并且正如保罗所说的那样,他坚信他与哈登能让安东尼重新变成进攻万花筒,他们之间的熟悉不过,而安东尼则第一时间回应道,我知道怎么打球,不用你们来加我。 而之后,安东尼的一句话,真的是让火箭的以人感的沮丧,甚至是绝望。 安东尼直言,我不会打替补,我依旧还是我,上赛局我在雷平也没有问题,我与微少与乔治之间没有任何的问题。 但安东尼的这一句话,显然,让恩尼斯的首发目彻底破灭,彻底落空,众所周知在恩尼斯加盟火箭以后,恩尼斯的经纪人第一时间就表示,在这里我们很有可能会有了一个首发的位置。 但显然,如今,因为安东尼,安东尼势必是要占据一个侧翼上的首发位置。 而小编真的不认为,显约恩尼斯能取代塔克的位置,尤其是如今的塔克已经成为火箭的费卖品以后,也因此预计新赛季,恩尼斯的定义就是曾经的巴默特。 不过哦,安东尼加恩尼斯,火箭的侧翼无疑是一种升级,也真的期待,期待新赛季的火箭,哪怕是勇士又搬捡了考心思,也相信,相信军赛季的火箭一定能成功复仇,成功从勇士手中抢回渴望已久的总冠军。